大家好,我是王伯老说半导 今天继续我们Why Bang Gap Power Devices的讨论 今天主要讨论的主题是有关于所谓的reliability 今天还是focus on game device 它的可靠性 那么我喜欢在讨论一个电子元件的时候 都跟Silicon CMOS把它摆在一起讨论 可以把两个不一样的device摆在一起讨论 来看它们的相同或相异的地方 可以得到不少的启发 那么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会参照很多在网上可以得到的消息 还有当然AI也要找他来帮忙 让我们自己做的研发更容易一些 当然讲一个未来 Bizic是很大的一个学问 不是那么简单的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进入主题吧 这个pultivize是什么 当我们在研究一个电子元件的时候 要跟大家总是要做一个目前的大观来看一下 这个右左下角的图是很有意思的 也就是说目前如果说你是低频率 你大概700个kHz之内 你还是用Silicon为主 不管它什么结构 还是Silicon的天下 但是你一进入高频的时候就不行了 因为它上次我们讲过的所谓的reverse recovery charge 这个QRR太高了 它就没有办法对于高频率没办法反应 这是它的缺点 所以我们就必须依赖这个Silicon carbide 或者是Yam nitride 这些特别的材料 它的QRR特别小 我们就可以来利用它 对不对 这一点是我们要注意的 那么这个web link不错 我们来研究一下 OK 它这个web link讲的 我们click以后 可以讲到的 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website 讲的是reality for Gemini Trine Silicone Carbide 2020的 Mark 这个Mark 他常常做这些简单的介绍 我觉得对我们初学者 是有好处的 OK 所以这个Semiconductor Engineering 是很好的 当这个杂志 它是网上 常常可以看到不少 还不错的消息 它中文也有 英文也有 都都不错 OK 那么他这边有些话 我读了 这个觉得有意思的 给大家提醒大家一下 比方说这个web speed 它是做Sicron Carbide 它说 We categorize reliability through a lot of accelerated light testing 加速 等一下我们来研究一下 什么是加速 You test to fail 你就把它加速以后 让它坏掉 然后呢 你再搞清楚 它怎么坏了 它再修正 简单的讲 就是这样子 目前来讲 这个 这个 Gam Nitric 跟Sicron Carbide 它的reliability 它其实没有 Sicron CMOS 这个逻辑 原件来的严谨 因为呢 它重视东西不一样 所以呢 这一点呢 所以说是 值得大家注意 我这个图呢 也从这个地方 搞配下来的 做得不错 简单的讲 它这不是三步骤 它的意思是说 现在 Sema 有一个 所谓的 reliability spec 就是说你的原件 必须自首 通过那个测试 那测试够不够呢 通常还不太够 所以你自己要加强一下 那是最基本 它是一个 必要而会充分条件 OK 所以你有它的测试 测试过了 等一下我们有一些 例子给大家看 然后呢 你再去找它 为什么会坏掉 然后再把它解决 对不对 然后顺便发展一些model 所以这些呢 是我们常常用的东西 OK 那么 你可以看到 在high power的地方 跟high speed的地方 斯理工 卡尔白跟 DM nitride 都比斯理工要好 这从材料本身而言 这个是从 左边是从 power跟 frequency response而言 那么 这些呢 是大家公认的 当然了 中间之间 它们之间 重叠的地方 也当然是有 这就是各家呢 都想要侵占 它的各家的领域 今天 Nitride 想要侵占 斯文卡尔白的领域 斯文卡尔白也倒过来 这时候就是 拼的是 成本 这个跟逻辑不一样 最高 像三大米 一个weifer 两三万美金 一片weifer 贵的 这个Nitride 就没那么贵 你想想看 它 这个 这个 也不是很便宜 但基本上呢 都是往 价廉的方向走 但是你价廉之外 还必须满足可靠性 这一点 它是很重要 那么 回归我们主题 什么叫做reliability 当你谈到 reliability的时候 你一定会 被提醒 一个人的名字 就是weible weible 它的 这是一个人的名字 它是瑞典 有名的 一个 军事 就是这个 发展 五倍的 这个 品管 上效 它对 瑞典的军事 发展 有很大的功劳 它到底 什么贡献呢 别人 它把 这个 一个产品 通常看到的 一个 这是 best of curve 这个 枣盆曲线 它用数学方式 把它 解释出来 当你 发展出一个 像样的工业产品 通常会发落 这个叫做 找盆曲线 它刚开始的时候 你看 这个是它的 failure rate 就是它 一出厂就坏了 一出厂就坏了 这 infant mortality 那奇怪的 大家都 都出厂 在工厂 做这个原件的时候 都经过 同一个步骤 可是就偏偏 有些产品 它一出厂就很容易坏掉 在很短的时间 就坏掉 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然后经过一个 长长的运转期 这个就是你 正常使用的期 到后来 它进入老化期 wear up 就是一个老化 这时候呢 它慢慢慢慢就 就开始真正坏掉 所以这 这个bestop curve 是可靠性 里面最重要的 一个曲线 那么 我们先 一段段来谈 那什么是 infant mortality 就是 早药 这个baby 生下来就死掉 这个嘛 很痛苦 对不对 那全世界最著名的是什么呢 有啊 2016年的时候 Santa Note 7 你看看 一刚刚出厂 就全世界爆 原来啊 电池烧掉 OK 那么 就很麻烦了 这个他们 infant mortality 早药的嘛 才出厂 几个礼拜 就坏掉了 就全世界爆了 全世界大乱 这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用 perplexity AI 去搞清楚 当时我出了什么事情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看到 perplexity AI 做了东西 来 perplexity AI 这个地方还没有 OK 我们要准备做一次 你看 perplexity AI 对不对啊 what happened 这是我打算的 what happened to Samsung Note 7 in 2016 他就把他所有的内容 都解决出来了嘛 原来那时候呢 这个电池坏掉 Santa Unit to generate excessive heat and combustor烧起来 太恐怖了 那么我想问的问题是 到底 花了多少钱呢 how much did the Samsung Note 7 reco 这个回收啊 好 到底 让公司 Sansom这个大公司呢 啊 亏了多少钱 53亿美金啊 下万人吧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做 这种现象产生呢 就是因为 三星啊 他为了在 Apple 这个 这个 正式推出之前的 希望抢一个先 几早几两个礼拜到 一个月呢 抢先出来 他就不会 被 被 被 打死了 他先抢出来 大家也许去先买了 再说 因为他比自己 一般来讲 口碑还是不错的 结果呢 他就赶工 就没有办法出戏活了 结果就 烧掉了 这可见呢 你这个 Input Mortality 你做不好的时候啊 他的代价 是很大的 这个代价 让三星 花掉了 五十三亿美金 不是小数字 就不是小数字 那么 那么我们回来看一看 那么怎么样用数学 统计方式来 解释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枣盆曲线呢 Weber做出来了 他说 他长得像这个样子 这个人家有一个 有一个指数 有一个指数曲线 然后有一个 这个γ值 这些很复杂的数学 我们就不管它了 其中有 三个很重要的参数 一个ε B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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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Tau 这些我们都不管它 我们是关心一个 叫做Shape Parameter Beta是最重要的 这个Beta 你看有0.5 1跟3 这个来做一个简单的 这个比较 这一条曲线呢 就是小于1的 Beta 0.5 那这个平平的呢 就是Beta等于1 是一个平线 那么这个慢慢慢慢上去的 就是Beta等于3 这个就是 它这个公式的妙处 它用简单的讲 它就玩这个Beta 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枣盆曲线 全部给它演绎出来 那么老规矩 我们又说 你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先来看看 什么叫做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那么 然后来 这个 请用AI来做一下 那么AI来做一下 OK 我们有了 AI来做一下 What's Important So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这个PDI不是我们的 PDI File 你搞清楚 这是 讲的是这个 统计上一个东西 这统计上的东西 很有意思 简单的讲 所有的统计 OK 所有的统计 只要是 只要是 一个参数 解决出来了 只要你 像一个Beta 只要PDI 被知道 一切大事 都搞定 那么 我在 这一篇里面 所讲的 是在 另外一个YouTube上 大家可以去看 就是 微博 分布的形状参数 大家可以看 所以大家 到我的 那个link里面 可以看得到 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就是说 我们有 MiniTab 你学个统计 最 一定要有一个 相配的软体 来给你 解说 然后给你玩耍 你才会记得住 才能够了解它的意思 你如果是用手算的话 你会太累 还是要用 会不会用一个 好的软体 MiniTab Jump 这些东西都可以用 有很多很多软件 都可以用了 那么MiniTab 是在学校里面 一般工厂里面 就够了 他做得不错 一般来讲 就可以够用 那么形状参数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那个 这个所谓的 Hazard Function 故障函数 它可以用 跟Beta有关系 早要 这个Hazard 然后 这个 平的是Beta等于1 然后 Beta很大的时候 就表示它 很陡峭 上去很快 对不对 这些呢 是 我们的解释 BetaCurve 在解释 简单来讲 在解释 BetaCurve的时候 可以用到 这些参数 它可以 我们要 用这个软体 大家 找这个 这个Link 去 去聆听一番 你就了解了 然后操作一下 知道 这是 是关于 Weiball的 统计的方法 我们大概有个概念就好 那么我们现在回头看到 可靠性 我们来比较一下 Silicon CMOS的可靠性 跟Gain Nitride的 可靠性的 它们两个 它们这二者之间的重点 其实不一样 那么 这里我就简单的讲 在 半导体而言 它最怕的是 BetaCurve 比方说 你在 产品 你的手机刚刚买到手 一切都解决了 你的InferMotality 也被弄好了 也被洗掉了 就是说 它用Burn In的方式 多烧一下 给大家提醒一下 这个问题 既然你不知道 很快 这个找腰 就用Burn In 把烧 就是把 你买 工厂再给你 代理上再把 手机给你之前 它就已经 在工厂那边 烧了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这样烧过了以后 Burn In 它就解决了 这InferMotality的问题 它这里 要死就先死了 它不会等到顾客 它到手才死 那就麻烦大了 对不对 就假设已经过了 你只得到一个分布 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发现Bt开始变动 开始变动 它开始变shift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它移动50个Metal 它的Dry Current 会降低多少 那么这个做一个 很简单的介绍 刚开始 因为Dry Current是 Bt 这Vg Overdrive 就是说Vg 减掉Vt这个净值 它的平方 那么Vg 就是Gate 它的Voltage 在10纳米 以下都是0.7V左右 对不对 那么Vt 当然你有各种Vt 0.2 0.3 我们就取0.3 有一个基本值 就好 然后呢 你飘移了50 Metal 就变成VD2 是0.35 那VD 它的Dry Current呢 有带到公司一笔 就发现 它竟然少了25%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你一个手机 刚拿来用 还不错 还挺快 过了一阵子以后 它就越来越慢了 怎么一下这边 原来的75% 25%不见 那这个当然不能忍受 对不对 顾客不高级 所以说目前来讲 这个Silicon CMOS 它要求啊 10年 可以让你忍受 10年忍受 可以忍受 50MV的飘移 这就是一般来讲 Silicon 这个罗技芯片 它的要求 10年的时候 你只能飘移这么多 那像当然你的手机 不可能有10年 但这是它的一个spec 它的criteria 它的reliability spec 那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我有做一个 reliability and statistics 它的YouTube 大家有空的时候 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 让你了解 这个Silicon CMOS 它跟统计啊 它是怎么样用统计 来几十些东西 然后它有很多mechanism 详细解析在这里 那我们这里要解释的是 大概就够 OK 这是一个Silicon CMOS 那么它的 可靠性的 三个重要的参数 需要满足的参数 是 NTPI PBTI 跟CSC Channel Hot Carrier 这个NTPI叫做 Negative Temperature Bias Instability 不稳定性 意思是说 如果你加高温的时候 它开始飘移 这个给它一个stress 那么 这个PMOS跟NMOS 他们的 造成他们可靠性问题的 来源不同 比方说 比方说PMOS 它是跟 Interficial Layer 关系 这个Io 是有最大的关系 这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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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地方 出了问题 都会影响 NBTI 就是你CMOS 有N跟P P就被影响了 那么NMOS 它也有影响 但是它重点是 High K High K本身 有问题的时候 NMOS PBTI就有问题 那么它重点也是 这个界面 High K本身 甚至这个界面 都有一点影响 那么 这两者比较而言 这个比较严重 这个OK 这个问题比较小 这个问题比较大 这一点是 大家头痛的地方 PMOS 基本上 这个Interficial Quality 非常重要 那这两个都跟缺陷有关系 你的材质缺陷有关系 你的Io缺陷 当然是属于PMOS 你的High K缺陷 属于NMOS 这跟缺陷有关系 但是 我们常看到第三个 Channel Hot Carrier 或者叫做Hot Channel Hot Carrier Injection Hot Carrier Injection 这两个 跟缺陷没有太大关系 它是什么 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的Electron Salt or Accelerated by BTS 这个地方 你加了一个电位 等等 加了一个电位 这个电位 结果呢 电子啊 从这样窜出来了 它就开始 加速 看到这个电位 它就好高兴 你就Rush to the Drain 然后就冲到这个Drain 因为这个量是正电位 这个量是零 Ground 它的动能呢 就慢慢增加了 好像就被 好像是被Heat Up 所以这为什么叫做Hot 其实不是真正的Hot 温度是一样 但只是它电子的速度增加了 电子的速度 这个温度 其实是正比 对 颤起来好像都是 温度增加了 KT嘛 对 二分之一KT 就是动能 对吧 那么 它做做做 主要这里 这个地方有很强的 这个地方是有很大的电子 它很可能呢 就蹦 撞上去 撞上去后 就产生很多 Colateral Damage 这个就是边界的手 好像是被榴弹打伤 好像 好像这个坏蛋 要抢银行 那这个子弹乱飞 那结果在附近的 无辜者 受伤 这个 就叫做 Hot Channel Hot Carrier Degradation 那这个地方你看 它可以在界面产生 这个地方产生 它大出的伤 有时候 甚至 可以有一个 Impact Ionization 产生一个 这个 这个电子跟电子跟电动之间的 那个很大的能量的时候 它上下都上 甚至这里有一个Avalanche 产生一个崩溃式 Train Avalanche Hot Carrier 这直接击穿了 这电球直接就流过来了 那完蛋了 这个地方还是慢慢的 有点破 有点破损 到底会不会漏 那看时间 还看它会不会凑在一起 这很难讲 那这个地方是直接击穿了 这很恐怖的 那这个 因为电子厂改变 而 这个电子 受到吸引 加速 产生的 产生的可靠性问题 就是我们的重点 在离开这个Channel之前 离开Silicon之前 我们比较一下 NBTI跟SCI有什么不同 我们看的那个 Channel High Electron Channel High Carrier 它是 注意到它的Stress 是Gate跟Drain 都叫同一个电位 而 在 而在这个NBTI的时候 只有Gate Stress 它这个Drain是零的 它不给它动的 就纯粹从这个地方走 就是说 这个 让看看这个量有没有缺陷 从这个VGS来看 而这个地方是看有没有 出了大问题 特别在这个角落地方 会出大问题 OK 那么当然就是两个Stress 不同 NBTI它的这个VGS是有电位的 那VGS是零 但是呢 CFCR它的Gate 跟它的Drain的Voltage是连在一起 当然是一样 那么 基本上而且我们的TX很薄啊 TX大概就是 对吧 2吧 2年级 对不对 那基本上 我们就在这个区域工作 这个地方BTI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Gam Nitrate Gam Nitrate的Band Gap 在这里 OK 那么它如果跟一个氧化物 粘在一起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Energy Barrier 在EC 这是EC嘛 对不对 EC上面 跟 SiO2交界的地方 这个能接差3.6V 然后这是电子 电子要通过去的时候很难 它看到3.6V 那么 那么 这是SiO2 如果是厚电动的话 它有一个2V 虽然不错 但是你如果看到 如果你放SiO2 SiO2 那问题就大了 原来啊 它的CBO很 还可以 2.45还可以 可是它 竟然它的厚 它的电动 其实是负 那表示 电动就可以直接流过去了 所以这个地方 你不能够用 SiO2 来 打 电动 当然 我们Gam Nitrate 用的是电子 不是电动 但是 you got the idea 那么Habbing Oxide 这个电动 也小 基本上 如果你看到一个 Paper Gam Nitrate 它用Habbing Oxide 那么它的 这个地方 厚的漏电量 就大 那么 Lumen Oxide 还不错 两边呢 都可以 这个材料 跟这个 这个SiO2 都是很流行 当然 有人还是用 SiO3 这个 这个 Sicl Nitrate 来做 N device 的 NH barrier 也是可以的 那么 我们现在 终于谈到了 Gam Nitrate 的device 那么 在这里呢 我们给 回想 给大家 回想一下 Silicon CMoth 我们总是 看那个VT 但是在 Gam Nitrate 的Power device 我们关心的 所谓叫做 Current Collapse 你看这里 就是 突然 如果你 你的Dream Source 你看是500V 500E好了 你就会 突然发现 你的电竹 无线上钢 增加的 非常厉害 那 这个很讨厌 对不对 表示 你的元件 是无法 在500V 左右 操作的 可是 有时候 我就需要600V 700V 你怎么办 对 所以说 这个问题 就需要 解决嘛 那么 把它送了 一个 New Structure 等一下 我们会介绍 它就解决 这个问题 那么 至于 为什么会有 这个地方 跑出来 这个电竹 要大的 我们上回 讲过了 OK 因为这个地方 又出了问题 等一下 我们再来细说 OK 你现在有个 新的Structure 那它说 那到底 要怎么测试 一般来讲 你看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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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 可靠性 标准 就是 The lifetime of 0.1% failure under 480V 80C 就是你的VDI 是400V 那你的温度 是80C 而这时候 你把原件 放进去 放了1000年 你才能有 0.1%的失败率 这个是 Spec OK 你说我没有1000年 是吧 那当然你就要想办 你测试的时候 就要想办 OK 那么我们就回来说 那这个地方 到底怎么是 fail 为什么是fail 后来有人就研究 这个 一般来讲说 他说这个材料 像这样子 刚刚做出来的时候 它这个 真有些 electron 经过这个 因为有个VD 它会累积上面去 因为这个地方 不是 很大的电压 它会吸引 这个2D gas的electron 跑到里头来 所以说你看 这个地方是 hard electron 它就跑上来了 累积在这部阶 特别是train的固执 那么它的电厂就增加了 是不是 那么电厂一增加以后 它的L gain的potential 这里的电位 差就变小了 它的slope变小了 本来是这么陡 还可以挡住 你看这个电 它来床 跳过还蛮难 可是现在你把它变得 这个平缓了以后 就糟糕了 是不是 这个就是缺点 那么到时候 累积多了 累积多了 这个电厂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通过了 超过了它的VBD 就是它的breakdown fuel 这个材料 breakdown fuel 你是经过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累积很多电荷 它有一天就冲过去了 它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 这个地方就累积很多电荷 它的电 它的ePU 你看在这里 ePU突然增加了 ePU突然增加了 OK 那突然增加了以后 累积的效应是 结果呢 好像这个 这个 它的 就会产生这个现象 在这个地方 突然因为累积了很多 很多 绑住的 这个high electron iPU 它的电阻就无线上缓 那电流通不过去了 被挡住了 通不过去 这一点 就是 这个材料 天生的弱势 它就只能operate到500 511左右 超过的话 它这个 就太大 吸引了太多的 high electron 能够出问题 对 那怎么解决呢 其实我们上回谈过 它的解决就是这样 它把这个drain 多了一块出来 这P drain 本来是 本来这个 这简单的一个drain 现在呢 多了一块 P drain 这个P drain 它的好处是什么 好处就是 我们上回讲过的 这个p drain 它会射出它的 后 把这些 high electron 给它 综合掉 那么就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上回讲过的 我们就不再讲 OK 那我们既然知道的 可靠性的问题 那么我们回答 回答一下 JDAC 就是 SEMA 半导体协会 找了专家 定义出来的一套 标准 你要经过这个测试呢 我才认可你 就是 所有的元件 都要经过若干的认证 你不能说 公说公优理 婆说婆优理 那是不可以的 就一定要有认证 那么JDAC 它就 提供这个认证 当然AEC也可以 它也是有 也可以提供认证 大家都会 会有招数 它主要test test这个地方 它的qualification 它就是看这条线 这个Observal Fuel Rate 它基本上 需要能够达到什么目的 当然我们最需要 是这个地方 能够弄得很长很长 然后再上来 这样就可以 越长要 那么 问题是 你这个Special Goal吗 我们提到 Goal 前面讲过了 这是必要 而非充分条件 我们等一下举些例子 EPC的例子 来给大家看 那么 这个材料 这个材料呢 做出来了以后 它就做了很多实验 这个Hydrain Git 就是Hybrid 不是Hydrain Hybrid Drain Git 的这个WideBall 它就做出这个实验 用这个地方的数学方程式呢 是根据 这个地方的定台 就是取它一个对数的导数 详细了我们就不看 其实软起都会给你 帮你做好 帮你做好 然后得到这个Beta 这个M 这个Parameter 这个M就是Beta 所以这个地方的值啊 是 是来 是来告诉你 它的这条线 有多陡 M7.8 就是很陡 M4.2呢 就比较平缓 那就是因为 它的测试的 温度啊 这个还有电压 不同 还有几个Terminal 有关系 这是它的结果 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么 结果它做了 比方说 有人就说 我用这个 这个JTAC 这有个Spec 叫做JP180.01 这个呢 我 来测试 这个Transform Transform 这个公司的 Game Product 你看 它其中有几个 有五个重要的测试 全部要测 最重要的是 这个值 好 跟Summer Cycle 这两个是最重要 这就是 High Temperature Reverse Bias 加高电压 然后加高温 然后很长的时间 要1000个小时 那我要什么呢 Past Quartel 没有一个能够失败 全部要Past 如果你有一个失败 你的都 整个元件就 不Qualify 你要从高 那么这个就是 回应了我们的讲 因为我们的 Live Time 是说 0.1%的Failure 就是它的 能够容许有 0.1% 在这个压力 这个电压 跟这个温度之下 能够在 1000年之后 才能够 只有0.1% 失败 那么我们当然没有1000年 如果他们认为说 如果你用150度C 480 1000小时 都没有0 都是0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那个SPEC 你就是 看看我们讲的 Critrea 就可以得到这个认可 另外一个是 Summer Cycle 和Power Cycle 就是 通常想想看 在低温 冲到高温 好像塞过来塞过去 就是Summer Stress Test 也是要0.1% 所有的这个 Critrea 都是0.1% 你不能有任何失败 这跟Silicon 又不一样 Silicon 可以容许 一切失败 那你说 为什么要温度 这个效应 那么我们就提供一个 半导体里面 很有名的 叫Black Equation Black Equation 它是在Silicon CMOS里面 说Electro Migration 就是铜线 在高电流 它会变越来越热 这时候我发现 它会开始 开始有问题 它会变得 变得动 有动出来 最后就断掉 动态打 电阻上去了 就烧掉 有个短路 不是短路 就是 这个铜线就不通 好像这个电阻 无线变大 跟我们的 Current Collapse 有相近 那Black就解释了 说这种现象 用这个方式 这个叫TF 就是 Mean Time to Failure 就是平均失败 元件失败的 这个时间 跟电流 J是电流 跟这个温度 T是温度 EA是它的 跟温度的反应 Activation Energy 关系 那做很多实验 很多人做很多实验 得到了这些 Parameter 比方说 N呢 是J-2 是它做出来的 是因为 Joe Heating 因为你的 电阻越来越高 当然你电流 通过去 它就发热 所以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 Fu2的 跟电流 Fu2有关系 脂肪有关系 那么EA表示是 如果EA越大 表示你对温度 反应越强 这个地方 你要做一个 Rhenius Plot 来算出EA 那么我就给你 做个简单的 例题给大家看 How much time we can shorten if we raise temperature by 30 degrees we twist current to predict the light time of wire 它这个 这个 这个 Curper wire 本来说 五年 你如果 把这个铜线 拿去加热 五八速锡 OK 然后呢 五年 这个 会不会坏掉 那我就把这个 公司来除一下 等得到 就除一下 比较一下 就得到了 这个 本来是五年的 可是经过这个 加速 温度加速 跟电流加速 我只需要测试 五百 五千个小时 五千五百 六十六个小时 所以少多了 少了七八倍 那如果 如果再提高 更高的温度 更多的电流 那更加缩短 确实如此 所以这个地方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温度的效应 OK 但是这个在 Gain呢 在Gain来讲 这个温度效应 厉不厉害呢 它的Test是什么样 八速到一百五 然后你的 那个VDS很高 好几百 也是一千个小时 然后你的 Gate Voltor是零 不要看Gate OK 那你看一下 这个Test测试的 一个Data Offstate VGS零 那么它的 这是它的 Leakage curve 一看 诶 大家都很好啊 对不对 走到最后 比方说这个是 一百二十五度C 六百 然后它就 都没有Fail 不通过了 然后到六百三的时候 就多了一点了 六百六 就更陡了 就七百的时候 哇 甚至在 两百的时候 它就Fail OK 所以说可见的 温度好像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电压 这个电厂效应太大 OK 那么 这些 后来它就把 他们产品的 这个HDR Hybrid Drained GIT这个device 来了测试 你看 所有测试的 这个HDRB 那么 甚至 还加了一点 HDRB 就是加一点 蒸汽 八速的 湿热蒸汽 可不可以 还好 它通通Path 通通Path 所以这个 新的 我们讲的 新的Design 新的这个东西 就是刚刚介绍的 这个新的 P P-Gent 这个多了一块 P-Gent 这个device 就是这个 这个呢 表现不错 那够不够好 等一下我们再谈 好 这个ZoE 我的reputated test 但是你不要忘了 这个其实还不够 为什么呢 因为上回讲过了 它的VT啊 竟然 有很大的变化 当你从 这个晶圆 从Center到H 竟然有很大的变化 这个也不能容许 这个容许 这个不可以 你不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所以说 可以看见了 Game Night Tandria 不得底而言 其实也是有两块 一个就是 Current Collapse 另外一个呢 其实就是VT 所以说都不能忽略 第一个 给大家提醒一下 第一个是我们要避免的事 就是这块 Current Collapse 我们希望把它Push到更右边 那么 这个问题啊 后来解决了 为什么呢 就是 像这个地方的 这个VT嘛 就跟界面有关系 我们讲过了 我们给大家提醒一下 这个半导体啊 MBTI 它就跟这个界面有关系 BBTI 当然跟iCurrent Collapse 有关系 但其实它跟很多的界面 它也是有关系 这界面要很好 不容易很好 这个就是 做制成最困难的地方 你要把第二阶段 会很低啊 是吧 这个就是它的 要注意的地方 那么 它怎么办呢 就只有Regrowth 干脆重长一层 它实在受不了 对不对 我们上回讲过 为什么这个量界面很差呢 因为它在 10克 Edge的时候 跟Clean的时候 怎么样也做不干净 这个地方的界面呢 总是 DIT总是高 没办法就从长 来个新的 新的这一层呢 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这是Palasonic 你看它 一代一代 不停的演技 对 那么别家怎么办呢 你看看 EGAN 是EPC的这个 这个 这个厂商 它做的 它你看看 它的数字 它的 Meantime to failure 这个就是TF 这个TF 你看 它是 Exponential -BetaV V V 然后 这个地方 跟大家是一样 我们来比较 这个公式 和我们前面所谈的 这个 Black Equation 有什么不同 这Black Equation 它基本上 它讲的 就是 Black Equation 它是跟电流 有一个 Power Law的关系 它跟这里的温度 也是Exponential 也是Exponential EA over KT 是一样 那么 在 Gen Device 它讲的是电厂 而不是电流 所以这个地方是Exponential BetaV的关系 那里面的指数的 这个Beta 或者EA越大 对于 它的Parameter 越灵敏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 真正的数值 是多少 你可以看一下 Beta是Po9.2 那表示它对 电压 非常敏敏感 那么EA那是零 就是它对温度 不敏感 所以说你做图的时候 就知道 你看看 这其实 这件虽然有少许的差别 其实 没什么差别 在统计而言 这差别非常小 OK 那么 首先的 这个图 我是从怎么样得来的 是 还不错 这个 公司啊 他也把他的 他要吹牛嘛 对不对 他也会把 他的这个 他的做出来一个广告 大家来看 他就来解释这些图 所以这个 这一个 YouTube们 大家想要了解的话 可以来进来看一下 这些东西 都显得 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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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 最重要的 相似的 我们的 在右边 我们看到 很少许的 差别 在25C 或120C 在这些 中文章 是 不是 的 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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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看到 that as you go to higher gate bias the failure rate of course increases rapidly and the mean time to failure goes down on the right hand side we show that in terms of percentage of failures we draw a vertical line to show the maximum rating of our devices that's 6 volts and you can see the first diagonal green line that says 1 ppm and that's our prediction when you'll see one part per million failures in our gates now if you follow that line up to the dotted line that says 10 years you'll see that at 10 years we'd expect one part per million fail at approximately 5.25 volts on the gate so if you put 5.25 volts dc on our gate and you waited 10 years you'd see approximately one part per million failure now this is a very stringent kind of test and the fact that we read our device at 6 volts where at 10 years you would see about 20 ppm failures is much much more stringent than the way power MOSFETs are rated 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 他说他的device 左边呢 你可以看到25到120 没什么改变 温度没关系 但是呢 他的跟你的maximum rating 电压很大的关系 这条线10年 是大家来公认的 10年 就是说你应该啊 你的time to failure 大概是10年期的时候 这个10的10的十字方 就是10年 那这个地方是neximum rating 是六幅 意思是说 如果你在这里工作的话 你在这里工作的话 比方说你是5.5幅工作的话 事实上 你在你 这个图告诉你 你在经过10年之后 你有100万个 100万个元件 大概只有一个十本 这个就是他说 我们这个非常不错 就是你可以这样想 这就是他说 他设计的时候的 所要求的观念 OK 这是他的东西 那么 我们回到 要回到主题 这个呢 然后 我们看说 这个report 他这个公司呢 他就写了一个report 还不错 写的蛮详细的 你看看 基本上啊 这些公司啊 就把他们的元件的 performance啊 做出这个curve 这curve拿来fit Mintent to failure 他就变成这个公司了 本来是这个公司 你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公司 他在本来 在想办法 把它简简化 因为他发现 这个温度不重要 对吧 那就把它摆在这个地方 温度效应摆在这里 其他的全部把它摆在 exponential term都是 这个是一个unormal 你要fit出来的 这个跟这个电压有关系 然后要一个power 在这里 这些都是要fit出来 就是你把这个data 先做出这个图 然后呢 你找个软体来fit 现在很多软体 都能做这个事 不用担心 这软体都能够 你想一什么公司 他就fit给你看 Ai 那个不得了 对不对 太容易了 那么你也看到 delta T 这C 这跟温度有关系的 你看到 它是6.5层次W3 你这个是 如果是温度是100度的话 还是0.1都不到 所以说变得很小 0.01左右 所以说基本上 温度效应很低 这是他们的研究 当时说 我Panasonic 我说我用的P-Gain 他的P-Gain呢 我的温度不效应 没关系 不影响 那么我的Power 我的能够控制的电流电压呢 都是在我的Specs内呢 都达得完美 是他的意思 他支撑为E-Dame 那你说别加 也没有别的招数 有啊 比方说Quarble Quarble说 我呢 还有更厉害的招数 我把它放在 Silicon Carbide上 Quarble怎么做呢 Quarble 它就说 我放到Silicon Carbide以后 我可以 它可以Run Horton 比方说你的 原件 你的 你原来放在什么地方 特别热 你的电动车 你的电动车 在冬天可以 在 在 在夏天没开 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到沙漠去怎么样 你的冬酒坏掉 很明显的 我放在SIC以后啊 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比较好呢 因为它的热传导 特别好 所以说我的频道 可以 可以 temperature可以更高 我没有不怕 因为它很 很快就传过去了 所以它这个地方呢 在 环境很热 没关系 它就传热传得快 对 它说 它可以把原件的 Live 增加10到100倍 对它的结果 就是因为它把电脑 放在SIC上 它倒没有说 它是用PGN 这个特别的 Device 或怎么样 对不对 虽然说 一键说 我跟温度没关系 但它说有关 所以说每一个人 对不对 一键说跟温度没关系 对吧 但是呢 它说有关 我可以跟人家更热的地方 run 因为我会放到SIC上 当你跟SIC是可以了 就是当然 这个成本就高了 对不对 这一点呢 跟大家这个 比较一下 所以简单的讲 我们今天谈的 就是讲Gent的 Refluge 跟Cycle CMOS 它的相关之地 有相关的地方有哪些 不相同的地方有哪些 那东西一样嘛 都是宅子在跑来跑去 它的mechanism有些不同 造成的现象也有些差异 它的Test也不一样 像SIC上CMOS的Test 跟那个Gentest是不一样 但是它是必须可以借尽 我也有很多的Web 资料跟AI 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OK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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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